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樹沛 我是豬成晴雯 每個新季度 暗黑破壞神4 都會有新的進度展示喔 而這次又會有哪一個 值得關注的消息呢 雖然遊戲最快 也要明年才可以玩到了 不過隨著越來越多的畫面釋出 也讓更多的暗黑迷更加的期待 尤其這次的場景畫面 更加的精美囉 趕快一起來看看吧 跨平台即刻開展 在即將到來的新季度前 趙冠麗暴雪又公開了 暗黑破壞神4的新消息 這次主要測試遊戲場景 畫面和環境效果 影片中還展示了某一座 位於乾旱區域的城鎮 從視覺上看起來相當乾燥 附近會有沙塵飛來飛去 色調也呈現溫暖氧化風格 營造出聖修亞瑞遊戲世界的經典區域 另外也展示了諸多地區的實際樣貌 暴雪的環境美術設計團隊也以 中世紀風格美術和重返黑暗這兩大主軸來 篩選概念美術區域地點和最終實裝成果 以維持暗黑系列一貫風格 雖然今年玩不到暗黑迫害神4 不過暗黑迫害神永生不朽 手遊也在近日開放iOS預先註冊 預先註冊人數如果達標 官方還會發送赫拉迪姆造型套裝 給所有玩家 還沒預先註冊的玩家趕緊把握機會喔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